愣子跑酷有多离谱 他说我上次不是试读了好多盗版的跑酷游戏 结果有一堆人都想让我玩一下这款愣子跑酷 说实话 我就不信他有多愣 鸡头来了 好家伙你这开始见面直接就是一个小黑子 外加大日本双料高级特工 穿三甲 重点是这个人物还是个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这一切都只是表象 你游戏内容肯定不能 刚刚跑过去的大黑脸 但是 好家伙直接就是抄桥连动了 属于是 我服了 他还把主角换成了坤坤吧 而且最牛的是 这人物跳起来居然还有动脑 接下来细节来了 地铁跑酷是吃金币 那咱们的坤坤吃的是 当然是吃鸡蛋啊 笨蛋 好既然作为一名成熟的跑酷游戏 那他肯定少不了 说实话 这已经是咱们试读游戏的通病了 反正各种游戏的平行宇宙 咱们都能找得到 你看着跑着跑着 落地不就来了 不由得让我想到了伟大的鲁兄曾经说过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他就变成了路 啊对对对 好 我们的坤坤一个360度回旋 来到了主赛道 不得不说这些场景 这些还原的海 诶 好家伙又没路了 除了坤坤呢 他还有个愣子版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这个愣子究竟是谁 但是就凭这个倒栽葱连续攻击 我就觉得他挺强的 并且这货在挑战失败之后 还可以默念咒语 实现时空倒流之术 说实话 我不知道作者的心态如何 但我就想问 还有法 好的 如果你有想让我试读的游戏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奥特书游 下期见